虚发皂白送你两位中药 武艺甘胜 无发壮 大家好 我是沈医生 今天给大家聊聊虚发皂白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少白头 那少白头是什么呢 少白头指的就是在20到25岁之前 头上就出现了肉眼可见增多的白发 医学上称为皂白 中医上认为 导致少白头的常见原因有肝血不足 血热肾经不足 认为血之于肝藏血 肾为先天之门 激滑在发 所以白发涉及到肝肾二脏 在助病缘侯论中记载 肾气弱则骨髓枯竭 故发便白也 说的就是肾经亏虚 音乐不足 虚发不明 而头发过早不发来 一般多无自觉症状 有的可见头发气疏脱落 中年患者可办眼瞳晕眼花 耳鸣二龙 腰肌酸软 咽尿瓶术 舌红或暗胖 脉咸 玄或气数 因此治疗以 补精益胜为主 如果你也出现了头发皂白情况 可以借鉴一个中程药 这个药方子出自惠民科技局方 名为清河丸 该方是由胡和肉 可不估值两味中药入场 第一味中药就是胡桃肉 为胡桃科植物胡桃的何耳 又称核桃仁 性味肝温归肾肺经 由补肾易肺 纳气定喘 润肠通变之效 常用于肾虚 腰气酸软 虚寒肠壳 肺虚酒壳 肠造便秘等等 并且古时候称核桃为常受过 觉得核桃可以补肾健脑 补中益气 能够滋润肌肤 使头发变黑之功效 另一味中药就是中国脂 它是临床上常用的 一种补须补羊的中药 其药性稀苦温 归于肾脾两经 由补肾壮阳 固经锁尿 温脾止蟹 纳气平喘 消风驱斑之功效 在本草纲目中记载 知肾蟹通命门 暖丹田 脸精神 二药合用 有补育肝肾 无发壮股之功效 在太平惠民科技局方中记载 长服轻额丸 壮筋骨 活血脉 无冰发 易颜色 但需注意 不顾值 偏语 燥热 应用剂量 微过大 如有死胃症状 需要调理者 一定要在专业中医式的 辩证指导下应用 切勿擅自服用 以免要不对症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